印度信徒走进寺庙残败 蜂拥而上 拿起水杯接起圣水 一饮而尽 或粘在头上祈求好运 但这雕像流下的水来源 恐怕让人难以瞎咽 印度北方这间寺庙 以印度教最被重视的神明之一 黑天作为主神 心中一看 庙中的一尊大象雕像 竟突然流下水 并认为是神明的圣水 口耳相传 引来大批民众狂喝圣水 但庙方人员火速出面 要大家别喝了 证实这水就是冷气水 甚至是庙方进行清洁时的污水 也有人质疑这样的污水 可能是从厨房或浴室 顺着管道流动时流出 更有医师发文警告 空调水里恐是病菌成长的温床 喝下去可能会生病 尽管有信徒得知消息 喝圣水的意志仍相当坚定 信众坚定不宜崇拜 却一不小心将细菌统统合进度 没有仔细确认就盲目跟风的行为 也意外让自己最重视的宗教文化 卷入负面消息 小新闻也会说报道